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什么 夏镇华几然是有备而来的 想要在酒桌上灌醉你 然后提出很低的条件让你签合同 这只酒就是你的 我签 我签 所以啊 喝酒的事情我们来 你负责吃就行了 最好把我们的份都吃回来 明白吗 来 大家举起酒杯 为我们居民一家亲干杯 干杯 大尉 你怎么不喝 就是啊 难道你认为军民不应该是一家人吗 就是 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 怕的就是你会喝酒啊 男子汉大丈夫 哪能不会喝酒 来 我两杯陪你一杯 这个面子你总要给我吧 淘酒 门都没 长官 大尉他不会喝酒 要不就我来替他喝这杯吧 士兵 我命令你 坐下 孙大尉同志 你难道连这个面子都不给我老夏吗 难道军民一家亲是泛泛空谈吗 恕我直言 我告诉你 不会喝酒的男人都是脑肿 你 大尉 大尉 哪有这么喝白酒的 这可是五十度的酒 我不是脑肿 来 喝 大尉 大尉 有种 来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咯 怪不得我啦 大尉 干杯 是 胖子 别喝这么急呀 胖子醉了 夏院长 我从小就特别佩服君人 来 我再敬您一杯 还在喝呀 要关门啦 客气 来 大尉 这杯酒 敬我们这些在祖国建设中 无私奉献的科研人员 这杯酒 敬我们伟大的无名英雄 这杯酒 敬我们伟大的战士 干杯 干杯 这胖子怎么晃都晃不倒吗 除了第一杯酒没有喝之外 后面每一杯酒都是酒到杯空 一滴都没有露出去 你先瞧着这胖子晃了晃的 可怎么就是不倒啊 哎 夏院长 这杯酒竟为了大夏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干杯 嘿嘿 这蠢货 酒早被我用污吏偷偷用手排了出去 这么喜欢劝酒 今天就让你喝到饱 不行了 快吐了 不过 这胖子估计也到其限了 嘿嘿 服务员 再来无凭 今晚我们不醉不休 是啥情况 嘿嘿 喝 喝不了了 胖 胖子 你不是说 你不会喝酒吗 你 你 你根本就没 醉 你骗我 老夏 你这话说的就伤感情了 我可真没骗你 真的不会喝酒 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感觉 连喝醉都不会 又怎么能算得上会喝酒呢 嗯 口感细 嗯 蜎牛之天下无双 每周日分析 扫描这个二维码 让胖爷我教你 如何使用巫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